藍色经常与白瓷搭配 因为那是高温烧摇之下最稳定的颜色 蓝色也代表大海 而面海之国丹麦的国宝品牌皇家哥本哈根 由皇太后Julian Marie创立 便以雅致的蓝白餐瓷 为名于世两百多年了 在台湾 皇家哥本哈根甚至开了全球第一家新型态青石复合店 数百元的餐点装在动辄数千数万元的瓷器里上菜 超享受的 你好 帮你上皇冠草莓冰淇淋松饼 你好 帮你上皇冠草莓冰淇淋松饼 好 帮你上小美的芋芋下午茶 这个是丹麦道地的家常甜点 1775年创立的皇家哥本哈根 依旧维持着精巧讲究的手绘传统 除了以24K金香编的顶级丹麦芝花系列外 融合中西美感的众多糖草系列 是品牌最为人知的产品了 蓝色大糖草系列是现在丹麦的王妻跟王妃 每日三餐都会使用的系列 那因为王妃非常喜欢这个大糖草的花纹 所以其实在2005年小王妻出生的时候呢 就是皇家哥本哈根池厂还做了一套蓝色大糖草的儿童餐具 赠送给王妻跟王妻以及这位小王妻 可以看到这个像例如白棕榈糖草 棕榈花园 然后蓝色棕榈糖草 其实都是专为亚洲市场所设计配付的 那所以因为其实亚洲很喜欢吃全鱼 然后或者是一些烩饭啊 烩菜等等这种有汤汁的料理 所以像例如说椭圆盘 生盘 然后就是很适合装这样的料理 走过240年历史 呈现过最丰富 独特与充满感情的饗宴 皇家哥本哈根美丽的蓝白餐桌上 还有无限菜色值得大家期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